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曲风呢 那它什么在这个时候都相当适合 第二把呢是梅花型设计的吉他 那Solid Angleman Spruce Talk 特别版是Mahagany Orchestra Model 那高频率呢会比较的亮丽 所以呢刷和弦的时候 也比较清楚响亮更好听 第三把呢是带有AI就是科技型设计的吉他 也是Solid Angleman Spruce Talk 特别版是Brazilian Tiger Mahagany 那这把呢和第二把吉他呢就是差不多 那分别呢是特别版还比较帅 那第四把呢是三型的设计 是Solid Sitka Spruce Talk 特别版是Mahagany 那加上呢它有个就是比较特别的配合 然后可以加reverb可以加一点回音 中低音部分呢 它有饱和感 响亮而不吃耳 那关键音色呢真的是非常看个人 那比起清晰度就是清楚的话 更喜欢厚实的Rosewood 侧背版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牌子它的这个手工 比方说这个Frag End的部分 也就是每一支铜条 它的这个Frag End的部分呢 它是做的比较就是顺的 所以这样弹起来呢 我们不会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歌手的感觉 那刚才那十把吉他的话 和这一把呢都是在1000到1800马币以内 你在以下的link选了吉他之后 你记得在check out的时候 就填上一个Nexus Friends 那你就可以享用额外的5%的discount 那一把金它1000多块左右会不会贵呢 那我觉得还行啦 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 那比起其他可能大牌子 像YAMAHA FAN的之内呢 可能就要贵一点点 贵300到500左右 那当然以后如果Tiger Roger 调高的价格之后 我会重新再看看有没有 性价比比较高的吉他就是介绍给同学们 那如果有性价比比较高了 我就会放新的link在这个Description里头 那肯定呢大牌子呢 它的Resale Value会更加的高 可是现在我们的目的更低的价格 去买一个大牌子相同品质吉他 可以试试看 那这世界上真的是不存在最好的吉他 那因为每个人对音色的要求呢 会可能呢会完全不同的 清晰度越高就是越好嘛 越不刺耳就是越好嘛 越大声就是越好嘛 那当然都不是啊 最后还要看你追求的音色 还有你玩的就是音乐类型等等 那我自己呢是选了这个Mountain Series的这个的音色 我ais读到你值得来 我爱你 quelques晴和我们一样 音乐的有点 我爱你 我爱你 词詞听 我爱你 稍等 那这把吉他呢 无论在音质 手工 手感 都不能和我常用的Martin相比 不过这把吉他呢 也成为我的家庭成员了 让我有一个多一个银色的选择啦 那记得checkout的时候 填上Naked Friends 可以拿这个额外的5% discount 有疑问欢迎留言 我们下一个见 bye